假如谁叫有考试 大鸭你顾问什么桌子都在晃 这不是要考试了吗 我们太紧张了 你紧张什么 平时考试都没见地紧张 你哪次不是考试前装入作样 考完后方式又高 老师说了这次考试可能特殊 考过后会被请家长的 同学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大鸭你裸东西下面干嘛 老师我状态不好 考试能不能推迟啊 推迟什么呀 这次考试是为了考核你们平时的睡眠质量 睡得好才能学得好 快做好准备睡觉考试 老师这分数怎么算 你们睡觉的时候我会进行干扰 分数呢我自有判断 好了现在开始 都进入梦乡了吗 我要开始干扰了 我倒要看看你们是征睡了还是假睡了 诶 嗯真香啊 哎好香啊哪来香味 这么大的柱子 考试的时候经不起诱惑 零分 接下来让我精准打技巧 诶怎么跳的这么多可 诶 诶 坤坤 在哪里在哪里 我的坤坤呢 诶 你也是零分 老师你也太坏了 轮到大鸭和浩晨同学了 诶 干嘛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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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睡的和猪一样 大鸭口试结束了 一百分快起来吧 任务来 大鸭你妈妈回来了 妈妈妈妈妈妈妈 喂